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斯迈与德国的统一 接着上一回的读 比斯迈的出场 宪法纠纷 1858年 普鲁士国王之地威廉就认为摄政 书中有批注 因其兄斐特列威廉四世 患严重的精神并不能理事 1861年 即位为国王 称威廉一世 他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 掌权后就决心用武力统一权德 因而热衷于军事改革 以增强普鲁士的军事力量 他相信强大的军队 不但有助于加强王权 而且也是统一德国的强有力的工具 1859年 他任命著名的军事家 阿尔布雷特·冯·洛恩 为陆军部长 并委托他草拟军事改革计划 这个计划不但涉及全技术性的改革 如全军要装备新型武器等 而且也涉及兵制的改革 计划要求把现役年限从两年延长到三年 把每年征兵数目从四万增至六点三万人 在战争动员时 把后备军中的年轻士兵征召到正规军中去 把后备军中的军官归并于正规军军官团 要求议会增加拨款 以充军事改革费用 1860年2月 以这个军事改革计划为内容的法案 被提交到议会下院 下院中的自由党人 本来是拥护普鲁士用战争手段统一德国的 所以对于法案中 关于增加每年征兵数目一事 欣然同意 但是反对把现役年限从两年延长到三年 这是因为他们看到政府之要求 把现役年限增加一年 是想在第三年里 向士兵灌输反动的中军思想纪绝对服从的观念 他们特别反对的是对于后备军的变动 后备军保存了19世纪初反对拿破仑侵略的 德意志民族解放斗争的自由主义传统 而且与正规军不同 后备军的军官都出身于中等阶级 因此自由党人把后备军看成是人民武装 是有志于自由主义改革的人们的希望所在 在他们看来 现在把后备军的军官归并到正规军军官团中去 无意于消灭普鲁士军队中 所仅有的这块自由的阵地 对于普鲁士的政治改革的前途不利 由于自由党人坚决反对 政府撤回法案 洛恩企图甩开议会强行推行军事改革 于是自由党人让步了 他们在1860年5月 投票赞成拨款950万塔勒 以供军事改革一年之用 同时以政府不执行自由党人 所反对的那些改革项目为条件 然而威廉和洛恩对此不予理会 而着手进行军事改革 把增补的军队改变成新的军团 政府这一专横无礼的做法 虽然引起自由党人的不快 但是到1861年 他们又一次投票同意临时拨款 条件是政府必须把现役期限缩短到两年 自由党领袖的这种妥协态度 引起党内左翼分子的不满 后者不仅反对妥协 而且也主张利用讨论军事改革的机会 向政府提出议会改革的要求 他们终于在1861年脱离自由党 而另外成立德意志进步党 参加进步党的多半是大学教授 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 他们的奋斗目标有二 第一 加速德意志统一的步伐 第二 在普鲁市实行自由主义改革 实际上 进步党的纲领要求 与民族同盟是基本一致的 在1861年12月的选举中 进步党获得110个席位 成为下院中最大的党团 为防止政府不经议会的同意 而擅自进行军事改革 进步党人在下院中坚持要求 在预算中详细明确地 列出经费开支的项目 目的是防止政府 把非军事性的经费 用于军事改革 这个要求是针对威廉一世和洛恩的 威廉一世在一怒之下 把下院解散了 但是1862年5月举行选举的结果 进步党取得更大的胜利 他们获得了135个席位 再加上其他反对党的支持 进步党完全控制了下院 面对进步党的强大力量 洛恩和其他将军们同意 把现役年限定为两年 一些进步党人也准备接受 但是威廉一世很强硬 他反对两年的现役期 在这个情况下 下院拒绝为军事改革 拨更多的款 双方僵持不下 军事改革面临搁浅的危险 在绝望之余 国王甚至一度打算退位 这时 罗恩提出一个摆脱碰境的办法 政府可以在 不取得议会支持的情况下 治理国家 他向国王推荐铁腕人物 比斯迈来支撑局面 威廉一世此时也看到 只有像比斯迈这样的 有魄力有手腕的人 才能够帮他渡过难关 所以同意启用比斯迈 1862年9月20日 比斯迈奉命返邸柏林 因为此前他是驻法大使 两天后就同意就任宰相 因为他在与威廉一世的误谈中 两人的见解不谋而合 不管议会同意与否 军事改革必须进行 比斯迈上任后不久 在9月29日的议会预算委员会上 公开宣布了他的政治观点 他说 德意志所瞩目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 而是他的威力 普鲁士必须保持他的威力 等待有利时机 这种时机已经被错过了好几次了 当代的重大问题 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 所能解决的 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 而是要用铁和血 这一段话把比斯迈的砖横跋扈 崇尚暴力的面孔暴露无疑 不过比斯迈善于玩弄政治手腕 尽管他向威廉一世坚决表示 要毫不动摇地支持他与议会的斗争 但他也清楚地看到 在他应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外交问题之际 让国内的严重危机继续发展下去 是不明智的 所以他在上任之初 装出与议会和解的姿态 用好话哄骗进步党领袖 但进步党人拘绝了他身处的橄榄枝 再一次表示 不经下院的同意 支出军费是不合法的 于是比斯迈在1862年10月 宣布议会休会 从此开始了无议会的统治 以及比斯迈的军事独裁时期 他不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征税以便推行军事改革计划 为了压制舆论 政府还下令限制新闻出版自由 比斯迈还为他的独裁统治狡辩 他曲解1850年宪法说 这部宪法虽然要求政府的预算 每年都要由议会通过 但是他对于在预算问题上 政府与议会发生争执事 应该如何解决问题 没有规定具体办法 他还说普鲁市不是英国 这里的内阁不向议会负责 在发生宪法上的纠纷时 只有国王有权利决定一切 比斯迈之所以敢于实行独裁统治 而不把进步党人看在眼里 是因为他看清了资产积极反对派的弱点 他们虽然要求政治上的自由 但是他们更迫切的是要求统一 只要普鲁市政府满足他们这个要求 他们也会甘愿放弃自由的 面对比斯迈赤裸裸的独裁统治 进步党一筹莫障 虽然他们也想使用暴力 但是他们的领袖们认为 在武装到牙齿的普鲁市军队面前 人民的武装起义只有失败之意图 他们组织群众抵制征税的努力 也毫无效果 他们也试图与工人阶级接触 在工人中间建立教育学会 以提高他们的道德文化水平 但同时却小心翼翼地 避免提到工人的社会政治要求 工人曾要求进步党 接受普遍选举权的原则 但是却被拒绝了 而且德意志工人在60年代初 开始有独立的阶级觉悟 不愿跟进步党人走 1863年5月 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独立组织 全德工人联合会 这样进步党人陷入孤立无缘的境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比斯迈 一意固行的推行军事改革 在进步党人 没有认识到联合工人阶级的重要性的时候 比斯迈却认识到了 他在1863年5月 秘密会晤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拉萨尔 此后两人经常接触 并且达成协议 拉萨尔保证他领导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 支持比斯迈的统一计划 比斯迈则与诺实行普选制 这样比斯迈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领袖 勾结在一起了 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软弱无力 和拉萨尔与比斯迈的勾结 使比斯迈赢得了国内政局的稳定 于是他便有恃无恐地推行自上而下的 统一德国的计划 比斯迈与对澳战争 经过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 普鲁士的军队成为欧洲大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量 普鲁士加强军队力量的首要目的 是用它去进行反澳战争 但是在发动对澳战争之前 德意志与丹麦之间突然发生了领土纠纷 石勒苏义格和荷尔施泰因两个公国 位于丹麦与意北河之间 都是丹麦国王的私人领地 但是荷尔施泰因也是德意志邦连的成员 并且与石勒苏义格不可分的组成联盟 荷尔施泰因居民 荷尔施泰因居民大多数为德意志人 丹麦人居少数 石勒苏义格的居民大多数为丹麦人德意志人 据少数 1863年底 丹麦国王颁布了一部新宪法 把石勒苏义格划入丹麦版图 此举立即引起德意志人的反对 在全德出现了爱国热潮 各地的民族同盟和学术团体也行动起来 他们举行群众大会 向邦连议会写信 要求把两公国合并到德意志邦连 许多人还表示要参加对丹麦的战争 比斯迈积极准备对丹战争 因为他希望通过对丹战争提高普鲁士在德意志各邦的威信 同时也想把这次战争作为未来对澳战争的预演 当时奥地利不敢落后 也跃跃欲试地想打一场对丹战争 1864年1月 普澳阶层同盟共同对丹麦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丹麦国王放弃正式合并 设施勒苏伊格的打算 否则以兵戎相见 丹麦拒绝了 于是在1864年2月1日 普澳军队出动 在两周内就占领了整个施勒苏伊格 同年7月丹麦军队全面崩溃 8月初丹麦国王被迫签订维也纳合约 把施勒苏伊格和荷尔斯带因割让给普澳两国 8月21日 普澳双方达成加施太因协定 施勒苏伊格归普鲁士管辖 荷尔斯带因归奥地利管辖 普鲁士有权在荷尔斯带因开凿运河 修筑铁路和辐射电缆 做这样的安排是比斯迈的轨迹 他埋下了后来普澳战争的火种 同时通过这次的战争 比斯迈还摸清了奥地利军事力量的底气 在对单战争结束后 比斯迈展开多边外交活动 为的是在对澳战争中孤立奥地利 他深知 同意德国就等于破坏欧洲列强 在维也纳会议上安排的欧洲秩序 因而列强是不会作弊上官的 首先他必须稳住英国 为此他对英表现出亲善的姿态 与英国达成协议 降低普鲁士的关税 但是他更重视俄法两国的态度 在他看来 这两个国家不会坐视普鲁士统一德国 因为德意志的分裂 曾使俄国有可能向西扩张 使法国有可能占领 蓝银和流域的土地 早在1863年爆发波兰民族起义时 比斯迈就曾使普鲁士充当 俄国镇压起义的帮凶 因而得到俄国在普澳战争中 信守中立的承诺 至于法国 比斯迈摸清了拿破仑三世的脾气 他好虚荣有领土野心 想靠扩张法国领土来提高自己的声誉 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 1864年10月到1865年11月 比斯迈三次会晤拿破仑三世 误谈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但是显然 拿破仑三世表示同意普鲁士向奥地利进攻 比斯迈则暗示 不反对法国取得领土赔偿 即由法国兼并卢森堡 比利时或者普鲁士的莱茵生的一部分 比斯迈也确信 德意志许多帮会在战争中站到奥地利一边 小帮的君主害怕德国统一会剥夺他们的统治地位 小帮的自由派害怕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 巴伐利亚及福腾堡的天主教徒会 是使这两个帮袒护天主教的奥地利 这样奥地利的力量就会增强 为了抵消奥地利的力量 比斯迈在1866年4月与意大利定立同盟条约约定 如果战争在三个月内爆发 普裔两国合作共同进攻奥地利 普鲁士同意在对奥战争胜利后 意大利收复威尼斯 这样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 比斯迈造成了一个不利于奥地利的国际形势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高枕无忧 他还要为对奥战争安排一个安定的后方 1866年4月9日 他向德意志邦联议会提出一个 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提案 要求在普遍直接选举的基础上 选出一个全德议会 以便对邦联进行改革 建立全德铁路邮政电报和电话的管理机构 实行迁徙自由营业自由 统一货币度量横关税和商业立法等等 这个提案虽然没有被采纳 但是却起了很大的迷惑人心的作用 普选制引起工人阶级对普鲁士的幻想 改革建议博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 从而稳定了国内局势 在对单战争结束后 德意志许多地区爆发了人民群众 反对普鲁士强权政治的运动 但是在比斯迈提出这个议案后 这个运动就平息了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比斯迈便借口奥地利对荷尔士大英管理不上 对奥地利横加指责 这就激怒了奥地利双方互不相让 终于导致1866年6月14日战争的爆发 在战争中德意志大多数邦 包括南德诸邦 站到奥地利方面对捕作战 普鲁士曾要求萨克森 汉努威以及黑森 卡塞尔动员参加普鲁士方面作战 但是遭到拒绝 于是普鲁士兴师问罪 只用三天时间就占领了这三个邦的领土 7月3日 普奥量军决战于萨多瓦 普军大获全胜 当时普王威林医师和将领们都主张乘胜进军 占领南部各邦指导维也纳 强迫奥地利各地赔款以示惩罚 但是比斯迈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如果过分的凌辱奥地利和南部各邦 不仅会加强反普势力 妨碍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 而且有可能招致法国出兵干涉 他力排中意坚持适可而至 在比斯迈的努力下 普奥双方于7月20日达成停战协定 8月23日在布拉格签订合约 根据合约 奥地利放弃了对荷尔士带因的统治 同意普鲁士吞并 汉诺威 黑森 拿骚和法兰克福 更重要的是 奥地利同意解散德意志邦联 同意美英和以北驻邦 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北德意志联邦 普鲁士除要求奥地利缴纳少量赔款外 没有割取奥地利一寸土地 对战败国的这种宽大处理 表现了比斯迈的恢弘气度和政治灵活性 为后来对法战争中 争取奥地利保持中立 打下了基础 普奥战争是比斯迈统一 德国道路上的关键性步骤 1867年 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邦联宣告成立 他以美英和以北的19个邦和三个自由式组成 囊括了德意志三分之二的领土和人口 同年开始实施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 是比斯迈的精心杰作 他既保持了普鲁士在联邦中的统治地位 及普鲁士国王在政府中凌驾一切的权力 又处处照上了民主的外衣 宪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普鲁士国王为联邦的永久主席 他不但有行政大权 而且还有对外宣战和构合 统率联邦武装力量的权力 普鲁士首相兼联邦总理 他向主席负责 而不向联邦议会负责 联邦议会的上院由各邦的代表组成 在全部43个代表中 普鲁士代表占17个 而且上院议长由总理兼任 这保证了普鲁士对上院的控制 为了安抚自由派 自由派在普鲁士以外的 德意志各邦中拥有很大的势力 也为了讨好工人阶级 比斯迈又成立了根据普遍 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方法选出的下院 但实际上他对下院的权力 做了很大的限制 下院所通过的法案 必须得到上院的批准 才具有法律效力 军队编制和军事费用 都永远固定下来 称之为铁的预算 下院无权过问 下院只能每隔三年讨论 非军事预算 这只占总预算额的 1%的分配问题 显然比斯迈不想让下院掌握实权 只是利用他作为 政治生活中的安全法 他曾私下对人说 他是想用议会主义 来摧毁议会主义 希望去 希望用一个毫无实权的下院的 滑稽表演 来败坏议会制度的声誉 但是北德意志邦联的 但是北德意志联邦的成立 标志着德国统一的初步完成 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 拓宽了道路 因此 比斯迈在德国资产阶级中的 威望大大提高 过去反对比斯迈的进步党 现在愿意和比斯迈和解 新选出的普鲁士议会 已压倒多数票 追认了自1862年以来 比斯迈政府在 未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 所支付的一切费用 比斯迈也不时时机地 伸出和解之手 承认议会 享有决定预算的权利 宪法纠纷致此 烟消云散 进步党也发生分裂 其中多数人 另外组成民族自由党 该党成为比斯迈 自上而下 统一德国的路线的 忠实支持者 在19世纪 50、60年代的德意志 政治自由和民族统一 二者不可兼得 资产阶级 终于舍政治自由 而取民族统一 这对德国以后的政治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普法战争与统一的完成 北德意志联邦之成立 并不意味着统一事业的大功告成 因为南部的巴法利亚 福腾堡 巴登 黑森 达姆斯 塔特 四邦仍然置身于联邦之外 这四个邦的君主们害怕加入北德联邦会 丧失自己的统治地位 民主派不信赖比斯迈 担心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会侵犯人民的权利 然而 比斯迈对南德诸邦采取了和解的态度 既没有因为他们在普奥战争中 站到奥地利一边而惩罚他们 也没有强迫他们加入北德联邦 但是不久 比斯迈利用了法国的侵略野心 促使南德诸邦转变了态度 在普奥战争结束后 法皇拿破仑三世要求比斯迈同意 把莱因河西岸的巴法利亚和黑森 达姆施塔特的部分领土合并于法国 作为对于法国在普奥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报场 比斯迈断然拒绝 并立即把拿破仑三世这个意图 通知了巴法利亚国王及南德诸邦政府 从而在南德诸邦造成了恐惧法国的心理 利用南德的这种心理状态 比斯迈随与他们递集了秘密的攻守同盟条约 在这个形势下只要打一场普法战争 就可以激发南德诸邦的民族感情 就可以推动他们与北德联邦革并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 在战争中南德诸邦与北德并肩作战 弗腾堡及巴法利亚的军队和普鲁士军队一样 都对德意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从而在群德激起了爱国热潮 南德诸邦的分离主义被这个热潮所压到 1870年11月 比斯迈与南德四邦政府之间缔结了联合条约 南博四邦正式与北德联邦合并 成立德意志帝国 1871年1月18日 普鲁士国王威勒伊士在法国凡尔赛宫 正式即位为德意志帝国皇帝 德国统一终于完成 国家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分裂状态 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 此后德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很快便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 并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而导致了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 比斯迈在统一过程中扮演了主角 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 他为促进统一而推行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战争政策 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成为一个从上面进行的普鲁士革命者 不自觉地充当了1848年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因此应当肯定比斯迈的历史功绩 由于德国的统一是由普鲁士通过自上而下的 王朝战争完成的 统一后的德国继承了普鲁士的君主制度 官僚警察制度和军国主义传统 荣克阶级的社会政治经济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这些封建残余 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富于侵略性的国家 好了 德国的统一我们读完了 明天我们要关注的是意大利的统一 欢迎您继续关注 谢谢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